前陣子我不是被通緝嗎 各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被通緝的原因是什麼 士林遞檢資料寄到我的舊址 但是那個房子我已經賣掉了 然後我還小小的蹲了一下這個遞檢的小牢房 我的確是有回去蹲了一下 不要再告我了我很可憐 Toyce認了有坐牢我很可憐 他究竟是神奇的化身 還是地獄的始祖明 沒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每一個人都給他一個稱號 美食公道伯從出江湖啊 是美食公道伯Toyce消失了一個月 原來最近在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沈浸式體驗了館長 陳志翰最驕傲的燒肉便當 我怎麼會流淚呢 是洋蔥我加了洋蔥 他們洋蔥也沒有什麼洋蔥味 就是單純有一個清爽的蔬菜 讓你去解膩 不過再怎麼配那塊就是有了 在館長助力音音監視下 直接在人行道上開箱四款便當 他給倒贊的是烤肉餐盒 您參考看看 因為我認為啊 烤肉呢 Too much 太肥了 那塊就是全脂肪啊 賣多少來的 150 怎麼小啊 小小的噁心感 我個人是給負分 負十分啊 Toyce進來忙第二件事情 官司 但不是因為嫌館長的便當不好吃被告哈 前陣子呢 我不是被通緝嗎各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被通緝的原因是什麼啊 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描述原子少年 講到這個 小孩跟妻妻的時候 然後呢 我是被女方告的 大概告我的內容呢 就是我在這個直播以及影片的過程當中呢 講了非常非常多 不雅的字 所以他覺得我在侮辱他 說實話啦 其實我內心是支持女方的 只是女方呢 有一點點曲解我了 前情提要一下 綽號小孩的原子少年前成員何士華 涉嫌性情未成年網紅 Toys直播開噴這可能是陰謀論啊 小孩應該是女方經濟公司的操作手法 因為女方嘛 可以抓著這個點來打 那這個女的追蹤人數 我記得還 我剛看他事情發生的時候 十萬不到 現在好像一塊十二萬了 XX就小孩姓XX對不對 直接讓這個小孩炸裂 女方本人留言給Toys 影片所敘述內容非常多 與事實不符 希望你下架影片 然後Toys就被他告啦 不要再告我了 我很可憐 士林遞檢呢 這個資料呢 寄到我的舊址 但是那個房子呢 我已經賣掉了 我後來是因為 好像是有其他的資訊 比較確實的這個 傳票寄到 就是我的助理那邊 然後就說我確實是被通了 然後我當天呢 就去報到 然後我還小小的蹲了一下 這個地檢的那個小牢房 我的確是有回去蹲了一下 大概蹲了半個小時 等開庭這樣子 台中地檢署證實 原本在偵辦另一起毒品案件 卻發現有案外案 向上追查 查出劉偉健涉嫌販毒 警方也在新北市三重住處 搜出兩百隻大麻煙蛋 Toys曾惹大麻煩 待過台中看守所 繳保後人背著四年兩個月 行期未宣告執行 其實呢 我腹勢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解決的 他最近忙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為了眼睛動手術 好好休息了兩星期 我不能放個年假 哈 哎呀至於為何一消失 停根就被傳去吃牢飯 你也要怪自己愛講幹話了 我覺得上一次 我在開台之前呢 的確有在我的discord群組裡面說 如果今天我沒有開台啊 我就自己去這個看守所報到 結果我們真的沒開 結果這個文章呢 就貼到這個Dcard 那新聞記者呢 也就轉發 呵呵三立娛樂新聞 蠻好笑的報導